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老杨与小小。 老伴的年龄大了之后, 他有些力不从心,就主动让一个远房侄子帮忙,比如和人家去谈价钱的时候,就让这个侄子出面。 侄子这个人心眼活络,为人正直,老伴在侄子的辅佐下,生意越来越好。 侄子的家业也渐渐兴旺起来,他非常感谢我们对他的提携之恩。 他很听我们的话,只要家里有一点事,他马上就来帮忙。 我们的闺女大学毕业以后,进入了县城一家国企工作,女婿也和闺女是同一个单位的。 女婿的老家是农村的。 当年女儿结婚的时候,还是老伴出钱帮他们买的房子。 但是,每当我和老伴去女儿家的时候,女婿却对我们不冷不热的。 老伴喜欢饭前喝一杯酒,那一次去女儿家,饭菜摆上桌,他顺手从博骨架上拿了一瓶酒。 可是女婿马上说,这瓶酒是他准备带回老家给他父亲的,老伴只好尴尬地放回去了。 然后,老伴拉着我就走。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。 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,女婿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。 从那以后老伴经常和我说,女婿这个人不太可靠,没有感恩之心。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? 既然女儿跟了她,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了。 老伴在六十二岁那年,突然得了脑出血,做了手术之后,但是还没能控制住病情的发展。 在老伴住院的日子,女婿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她,也没有陪老伴一个晚上,倒是那个远房侄子,只要有空就跑来照顾老伴。 临终前老伴对我说,她已经写好了一份遗嘱。 以前老伴挣钱多的时候,我们在县城里买下了一套一百平的房子,一直在出租。 她说,已经在遗嘱里写好了,房子专门留给我一个人,将来我怎么处理由我一个人说了算。 老伴去世后,我天天以泪洗面,当时正好女儿家的二胎外孙出生了,女儿就让我去他们家带孩子。 我欣然同意,这样我忙活起来,也许就能把失去老伴的悲伤压在心底了。 我在闺女家带孙女的那几年,出钱出力毫不在话下,因为我觉得,以后我也就指望闺女养老了。 一开始,我就把两千块钱的退休金交给了女儿。 我知道女儿家四口人开支不小,我能帮他们一把就帮他们一把。 在他们家里,我做到了多干活少说话。 每当吃完饭之后,我就回我的卧室,很少再出来了。 有时候,女婿买回来水果,她不主动招呼我吃,我就不好意思吃。 人上年纪了,有时候就腿疼。 我猜想可能自己平时不太喜欢吃鱼吃肉,缺乏营养吧,我就去买了两罐奶粉补充营养。 可是没想到,女婿看到了之后,却不冷不热地说,你很能吃饭,缺什么营养啊? 一罐奶粉就得好几百块钱,这样花钱怎么能行? 我一听,就很生气,我这是花自己钱买的,和你有什么关系啊? 我又没有花你们家的钱。 秋天,亲家在村里秋收,刨地刮的时候,不小心被掘头伤着脚脖子了,住进了医院,说是骨折。 女婿竟然让我去照顾亲家。 我非常不情愿,但是为了家庭和睦,我还是去了。 我在那里照顾亲家,刚开始亲家还觉得有些感激,过了些日子。 她就觉得我照顾她是理所当然的,她还说我在她儿子家养老,我就得来照顾她。 我一听这话,心里就很不高兴。 我在女儿家,可没少出钱出力啊。 我还得来照顾亲家受这份累,毕竟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。 我在女儿家住得越来越心烦。 有时候,我上街逛的时候,他们做好了饭,也不等我回来吃。 头两年女儿对我很孝顺,可是天长日久,她对我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,我的心里非常失落。 现在他们还用得着我,我还能给他们家出钱出力,他们就对我这个态度,要是有一天我需要人照顾了,他们能对我好吗? 我又想起了老伴临终前的嘱托,她说女婿不可靠,看来真被她说中了。 我的心里越来越不平衡,我在女儿家是带心的保姆,还看不到好脸色。 我这是图什么呀?又不是自己没有家,我有地方可去啊。 终于,当女婿的脸色又不好看的时候,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回来了。 回到了家里,虽然孤孤单单的,但是远远比生活在女儿家,看他们的脸色要强。 这几年在女儿家,我的退休金全部贴给了他们,一分钱都没攒下,不过还好,老伴还给我留下了三十万的存款。 女儿和女婿都不知道,我在家里过得还不错。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,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。 我回来后,女儿就偶尔打个电话,也很少回来看我。 过了些日子,女儿和女婿都回来了。 他们满脸堆笑地请我再去他们家帮着带外孙。 原来在我走后,亲家去了女儿家。 亲家做事不利索,也不会哄孩子,有的时候孩子坐在地上又哭又闹,他也不管,只顾着自己看电视。 关键是亲家没有退休金,他不能贴补儿子家。 女儿和女婿这才想起来了我的好。 他们倒过头来求我,让我回去帮忙带外孙。 刚开始我不同意,可是女儿反复劝说,我只有这个女儿,我不心疼她,谁心疼她呀? 我心一软又回去。 我再次回到女儿家后,刚开始他们对我倒是尊敬有加,嘘寒问暖的。 过了些日子又开始顾忌重演。 女婿又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,不是嫌我买的菜不新鲜,就是说我买的水果买小了。 那年夏天,接连下了几场大雨,我担心家里的房子漏雨,我就让女儿和女婿开车陪我回去一趟看看。 打开大门一看,房子倒是没有漏雨,但是由于我不在家,院子里的水没有排出去,都堵在院子里,院墙泡在水里都快倒塌了。 我一看非常着急,立马找来铁锹往外排水,可是女儿和女婿却抱着个手机站在那里。 不是拍照就是刷视频,谁也不肯帮我。 我让他们俩拿个盆子帮我往外摇水,可是他们竟然嫌太脏了,不肯帮我。 我只得叫来了侄子,他把鞋一脱,挽起裤腿,就在院子里帮我往外排水。 忙活了大半天,才把院子里的水排干净了。 侄子说,一直想过来看看院子里是否积水了,门锁着进不来,我连忙把钥匙给了侄子,让他以后有事的时候就帮我过来看看。 女婿竟然还说干嘛,把钥匙给一个外人呢? 我在心里冷笑,侄子的确是外人,但是这个外人却帮了我很多忙,比他这个女婿都要强,尤其是老伴生病住院那段日子,没有侄子的话,我就难看了。 外孙已经两岁多了,我就盼着他快快长大,到三岁的时候就能上幼儿园了,我再也不想在女儿家待下去。 有一次,周末的时候,女儿和女婿突然说要带我去附近的一个景区旅游,并且在那里住一晚。 我也很高兴,想出去玩玩。 以前老伴活着的时候,曾带我出去旅游了几次,出去之后人的心情就会变好很多。 我天天在女儿家,受累还得看脸色,心里憋闷,我也很想出去逛逛,散散心。 头天晚上,我就给自己找好了遮阳帽,找出来了一双轻便的休闲鞋。 女婿看到我在收拾准备出去旅游的东西。 她就对我说,妈,你先别急,先坐下来,我们来商量个事。 她说,我爸活着的时候,他是个包工头。 你们手里肯定有不少存款,可是你从来没跟我们说过。 你这么大年纪了,以后就得指望我们给你养老了,你就把手里的存款给我们透个底吧。 女儿也说让我把存款拿出来,帮他们。 我听了心里一惊,难道女儿和女婿知道我手里有三十万块钱吗? 不过我又想,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治过生。 他们应该不知道,我很快掩盖住了心里的慌乱,镇定地说,是的,你爸活着的时候,我们手里有个十万八万的。 可是他生病住院的时候,那些钱都花了,我们哪有钱呀? 女婿一听非常失望,女儿什么也没有说,转身就走进了卧室。 到了第二天,我早早地起床,做好了早饭,等女婿和女儿起来吃了,我们出去旅游。 可是他俩十点多也没有起床,我急了就过去敲卧室门。 问他们怎么还不赶紧起床,我们好出去旅游。 可是女婿没好气地说算了,不出去旅游了。 出去花钱还得受累,图什么呀? 我一听,半天没回过神来,头天晚上不是说得好好的,要出去旅游吗? 怎么突然变卦了? 人上年纪了,脑子就转得慢了。 慢慢才琢磨出来,头天晚上女儿和女婿知道我手里没有存款之后,才突然取消了这次旅行。 原来,他们是以这次旅行为诱饵,想让我把手里的存款拿出来呀。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,坐在了沙发上。 女婿这个人,我越来越看透了,想指望他养老是没门的。 他只是想找我要钱,其实这些年我花给他们的已经不少了,老伴活着的时候,我们给他买的房子。 这些年,我把所有的退休金都贴不给了他们,甚至我把那套房子的租金也给了他们,但是他们还不知足。 他们打听我手里是否有存款,我非常庆幸,多亏没有告诉他们。 从那以后,女儿和女婿对我的态度都越来越冷淡。 有一天,外孙把一堆玩具倒在了地上,弄得乱七八糟的。 我在帮孩子收拾着,可是女婿却不依不饶地大声吼道, 你在这里带孩子也不好好带,竟给家里添乱。 我一听他,竟然这样指责我,我气得和他争吵了几句。 没想到女婿竟然指着门外,让我赶紧走。 我一气之下,收拾了自己的衣物,马上就出来了。 我盼着女儿能追上来,可是我在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,也没见女儿的影子。 我在女儿家待了三年,帮他们带大了外孙,到最后竟然被女婿赶出来了。 真的是用人朝前,不用人朝后啊。 他觉得孩子大了,以为我手里也没有存款,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。 我只好雇了一辆出租车,把我送回了老家。 我回家之后,放声痛哭了一场。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女儿,没想到,真的被老伴说中了。 女儿和女婿都不是我的依靠。 由于心情不好,回到家里之后,我大病一场。 多亏了侄子跑前跑后,天天带着我去镇上的卫生院打针,侄媳妇一天三餐来帮我做饭。 有时候,侄媳妇还在我家住下,晚上陪着我说话聊天,帮我解闷。 她就像女儿一样,甚至比女儿还要贴心。 侄子和侄媳妇去县城办事,回来的时候,竟然给我烧回来了一个热乎乎的大猪肘子。 他们知道我牙扣不好,就爱吃软糯糯的肘子皮。 吃着香喷喷的大猪肘子,我的心里热乎乎的,我在闺女家,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待遇啊。 那天,我拉着侄子和侄媳妇的手,问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? 我故意说自己现在除了这两千块钱的退休金,其余的一分钱都没有。 侄子说,伯母,做人的有感恩之心,我大伯活着的时候,多亏他帮助我,才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 我买上了车,也住上了二层楼房,大伯就是我的恩人。 做人不能忘本,他走了,我有责任和义务好好照顾你,侄子是懂得感恩的人啊,他不像女婿那样,我们对他那么好,为他们花了那么多钱,他们不但不感恩,反而觉得我是多余的。 侄子知道我现在没有钱,但是他依然尽心尽力地照顾我,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托付的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,我反复确认了侄子和侄媳妇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 不久,我做出了一个决定,我要把现成的那套房子送给侄子,以后让他来帮我养老。 我和侄子签好了一个协议,只要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,给我养老送中,以后我就把这套房子过户给他。 有一天,女儿和女婿回来了,他们说想让把我那套房子卖了,换成一套学区房给外孙上学用。 我直接对他们说,这房子我已经送给了侄子,不用他们惦记了。 女儿和女婿都勃然大怒,非常生气,他们说怎么能把家里的财产送给外人呢? 再说这是父亲留下的遗产,女儿也有份。 我拿出了老伴的遗嘱,让他们看了,这房子老伴已经给了我一个人,女儿和女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 这时我才知道,老伴早就预料到,会有这一天,所以他才写了这份遗嘱,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。 几年过去了,侄子和侄媳妇对我照顾有加,给了我亲人般的关怀。 我越来越感觉到把房子送给侄子是正确的,谁孝顺我就把财产给谁,我的财产我做主。 这些年侄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,他理应得到这份报酬。 我经常感慨,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,可以跨越血缘,给我们带来温暖。 我经常感到,我经常感到,想像是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